那我們要如何做好社區的服務呢 基本上社區的服務就是做一些硬體 硬體方面就是地區環境的改造計畫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對我們社區的願景是什麼 然後基本上這個硬體方面都是非常的單純 我們看得到的 一般不管在市政上面講的最簡單的 水溝要通、馬路要平、路燈要亮 還有一些地方需要都市更新 這都是我們的硬體如何做好社區 如何做社區服務就是我們幾個方向 軟體方面社團活動 就像我們中順社區 它有很多的社團活動 還有社區的才藝 有些人想要學電腦 有些人想要學插花 有些人要學什麼 就是這些我們要讓這些 滿足到社區0歲到99歲 每一個階層他們對他所需求的 就是我們要服務的主要重點 那社區志工的培訓 因為不管是一個社區經理人或是一個里長 還有三得六比還是一個人 那還是要靠很多的 不同的環節人不同的志工 來起來合夥 來起來把這個社區經營起來 那還有一些個案處理 個案處理就是有些單獨的社區的居民 對我們社區有單獨的意見跟單獨的想法 或者單獨的需求 我們要怎麼樣如何處理 還有一些專案處理 專案處理就是某些社區它本身有些定點 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如何來專案來把它協助它 那如何我們如何做社區的規劃呢 基本上任何一個經營者 都是要把自己的社區規劃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也提供幾點意見 就是如何讓人與自然共生共融 就是在時間上面 如何建立人與人生活的持續 空間上我們要如何處理 如果讓人生活上沒有壓力 就是在人文方面 我們要怎麼樣經營這個社區 第四 如何建立與居民之間的聯繫 就是如何的依化 這是我們幾個 如何的社區的規劃方面 工業革命呢 第一點時間 任何的社區 我們在規劃上經營上 最重要一個不可忽略的基本原則 就是永續經營 如果說你只想說今天做好 我們現在把它拆掉 我認為這個社區是絕對沒有前途的 也不能說今天我們當里長 或者沒有當里長 這個社區就停頓下來 社區一定要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是永續經營的 不管是誰來做里長 這個社區的發展是永續的 因為工業革命呢 突破了體能的限制 開始在最大規模的前途 世界經濟平等體積成一個都市化的系統 都市本身就是一個不平衡的生態 在體系 然後都市化造成的一些經濟嚴重的失衡 永續發展呢 包含了環境上 社會上經濟方面 永續是要有節制的 需要的含義 經營有發展的內涵 永續有三個概念 資源再生 環境倫理 團體組織的力量 永續現在四個危機呢 是生態環境 政治環境 主流典範轉換的新聞環境 心理危機 永續經營助角呢 滿足當代的需求 且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的需要與發展 人們在自然系統的學習 及生產系統裡面 再生世界上主動的參與 這些參與 能讓人們在維持地球 無數世代的維生能力同時 產生生命力 這是我們永續經營的一個最簡單的助角 空間的規劃 空間與自然外在的關係 空間的結構的關係 空間與性別的關係 空間與綠美化的關係 空間與造明 其實剛剛我們在看到中順社區的時候 他們在基本上 他就考慮到很多這種因素在裡面 空間與自然的關係是什麼 基本上日照權啊 我們不能夠把建物 整個目前台北市為什麼社區 那個會那麼燥熱 其實在整個違章建築方面 他把整個的空氣的動線 都已經密封在一個裡面 在社區裡面 他完全不能夠通風 不能夠流通 這也是我們在整個社區經營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社區 它的風向推進來的時候 它是順風的 絕對不能夠讓社區沒有日照 空氣也不能流通 所以目前在整個的社區發展裡面 很重視地區區域性的一個 社區的一個氣象台的設置 建築本身的結構啦 防震、防火、防水、公園、校園 公園、取代地下道、停車場 這些部分 照明是綠美化、都市美化、安全的結合 在滿足人心靈的生活方面 就是人學習的慾望 我們在學校如何處理 群體的慾望、機關 人心靈的寄託、寺廟 人對歷史的追思古蹟 像我們萬華修有龍山寺古蹟 還有一些228紀念物 人紀念的需求 就是運動館、青少年館 像市府現在在每一個區域 都做一些體育用品 體育的那個 各種 運動動機 各種特殊功能的結構去樂視 那如何開發活用社區的資源 整合 其實社區有很多的資源 那我們要如何去開發它跟整合它 就是行業的整合 譬如說我們要把這個行業 譬如說我們的家具間 政府很流行家具間把它整合 餐飲業如何把它整合 然後餐飲業整合之後 我們要如何聯繫到我們健康中心 做一個健康的概念 天天舞書館的概念 它如何來經營 把整個的社區跟餐飲業的資源結合 然後一個宮廟的結合 你當我們把我們社區裡面 宮廟全合結合的時候 給它一個概念 給它一個想法 那些宮廟是很願意出錢出力的 很願意出錢出力的 然後素食店的整合 當你把這些小吃店整合起來 你辦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都非常願意來捐贈很多的飲料 跟早餐 這就是我們社區資源 整合的一些方向 還有深入社區 深入社區了解可用的資源 因為每一個社區 有不同的一個資源 但是那個自己 我們還是我們自己一個 社區的經營者 要自己去發現它 那其他社區的一些資源 我們可以去找到哪些的資源 在我們發展局 都市發展方面 有個地區環境感造計畫 它都是專案的 目前台北市政府 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當我們一個社區經營者 最大的困難度是什麼 當我們在進一個社區的時候 在區工作的接觸角度 是非常的平頭式的 那個平頭式的一個資源分配 譬如說文山區有46個里 它一年接個一千萬 它就除以46個里 它完全沒有整體性的規劃 但是我們要如何把我們社區 做整體性的規劃 跟跳躍式的規劃 就必須透過這種 類似這種 社區資源的 發展局地區環境感造計畫 很簡單 你對你的社區的想法 有個概念 你提出來之後 不管是五百萬一千萬 它認為可以 它就做了 你就會把你的整個 理想跟觀念 實現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那民政局 有個社區環境感造計畫 建設局有些綠美化 開闢登山步道 野系的整治 社會局呢 就專門扶到我們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發展一些工作計畫 補助各個社團的活動 還有一些老人的福利 例如送餐 各方面的 尤其現在那個社會局 比較偏重於社區據點 社區據點 關懷據點 就是需要在每一個社區 還有環保局 環保局是社區環保界的回收 現在還有家具的回收 還有商管處的商店界的福島 微風處的下水道的接管 那個防火象的美化 其實現在在台北市 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觀念 就是防火象美化 這一點 各位社區吸引者 將來有機會的話 是決定要爭取的 因為除了做管根之外 管線的更換之外 就是要美化它 就像中日社區 它每一個方法 都把它美化得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政府完全出資的 是政府的經費 但是大家決定要去爭取 它才會幫你做 那社區的行銷 社區行銷 如何來行銷自己的社區 社區特色的塑造 像我們萬華區 我們就是有三大特色 我們有龍山市的古蹟 有西門店青少年 還有我們社區的自然公園 我們如何來營造自己的社區的特色 還有社區意向的建立 我們社區意向是什麼 是山還是水還是自然 還是人文還是古蹟 我們如何要設造 找出自己社區的意向出來 還有社區特色的建築廟宇等 社區的刊物 剛剛我們中村社區 用它的社區的刊物 來作業它的一個行銷策略 然後部落格 目前呢 在整個的社區的經營者 最大的關鍵問題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化的概念 我們如果 你可能做了 你可能每天都在做事情 你可能對這個社區做一百件事情 但是你社區居民 沒有人知道你做什麼事情 常常會發現很多人裡面 我們一定都沒有在做工作 就表示說 你跟社區之間的溝通 是有很嚴重的問題的 第一點 你沒有跟他建立一個溝通管道 通常 除了社區看護之外 透過廣播系統 透過我們的部落格 還有透過其他各種的方式 還有各社團的發布 這一定要讓我們的社區 不管是對內對外 不要也相當的行銷 社區的護訪 剛剛中盛社區也是有很多的社區 跟他來互相的來參訪 還有跟社區呢 有線電視台的結合 讓我們的活動 透過我們文山大安 或者中正萬華 透過不同的一個地方電台 把我們社區經營所的工作 讓我們的居民知道 OK 只有簡單給各位報告 報完畢 謝謝大家